云林虎伟发生了一起逆轮命案 有一名25岁大学才刚毕业的男子 凌晨跟爸爸同睡到一半时 突然是大喊人见合一 接着冲下楼殴打母亲 再转身到厨房拿水果刀 刺向母亲的胸口 也造成妈妈身中两刀 伤中不治 而爸爸也在阻挡的过程当中被刺伤 林爸爸在报案时有提到 儿子仪是卡到阴 而男子被移送真讯时 被问到他的行动动机 他却回答他很爱他的母亲 让人听了匪夷所思 警消救护通报火速赶往事故地点 却疑似迷了路 警方这时加速冲到救护车前 车上还多了一个人 抵达现场下来的这一个 就是身负重伤的林爸爸 出事的透天错 凌晨经传命案大门申诉 已经拉起黄色封锁线 铁卷门底下地板还流着大片血迹 附近邻居一早得知消息 不敢相信 12号凌晨2点多 25岁灵星男子跟爸爸同睡 妈妈睡楼下客厅 半夜突然起床大喊人见合一后 时空跑下楼殴打妈妈 接着跑到厨房持刀刺向妈妈胸口 妈妈跑出门要呼救 却倒在车库伤中不治 爸爸阻挡过程也被刺伤 跑到外头喊救命报案 好在送医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追查林姓一家四个人 爸爸53岁在彰化保全公司上班 妈妈48岁是家管 大儿子在北部工作 林姓凶贤则是就读北部国立大学 幼保科系刚毕业 帐相斯文神色寒心 没前科也没精神就医记录 一家四口常出门聚餐 全家福照片更是和乐融融 强制送医后带回甄讯 她的反应也是让人 废夷所思 林爸爸在报案第一时间就提到 小儿子疑似是卡斗因 林姓爸爸身中多刀 从头到脚身上多处包着纱布 跟大儿子和其他家属现身相验 私下有向警方透露 小儿子平常在外租屋没住在一起 直上礼拜就发现不太正常 准备要带去庙里 所以前一晚才在家里睡 没想到儿子失控 妈妈身亡 父亲受伤 单纯的一家人 天伦梦碎 记者中部综合不倒 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 被指控在桃园市长任内收贿 桃园地检署三度生压 而法官发现 郑文灿在开庭之前 竟然是把应讯的答辩方向 先传给秘书试验庭 因此有串政之余 郑文灿收压 那么试验庭也被列被告调查 另外也三度生压了同案被告 也就是前台肃集团总管理处 总经理杨兆玲 因为她高龄90岁了 也认为她没有串政对象 三度逃过秘乙命运 维持1000万元交保 郑文灿涉嫌收贿 家庭前两次交保 第三次当庭收压禁件 开守所里 她的编号2380 律师陈永来一大早就办理绿件 和郑文灿讨论好几个小时 吃好睡好 除了律师 桃园市议员到桃间 帮郑文灿送零用金 还有亲友花1992元 帮郑文灿买贴身衣物 主要拿什么东西给她 逆转被收压 主要是因为法官 发现郑文灿有小动作 7月5号开庭之前 郑文灿到桃园地方法院 还没走进法庭 先传LINE给秘书试验庭 传讯内容居然是 应讯的大变方向 法官认为试验庭过去 就常常帮郑文灿 联系收压中被告 认定郑文灿有串政之余 收压禁件 试验庭责列被告继续调查 检察官今天是要开击压庭吗 检察官没停下脚步 到桃园地院 升压另外一名同案被告 杨兆林 他人很累 你去都要休息 90岁高龄杨兆林 是前台肃集团 总管理处的总经理 当年深获王永庆信任 甚至被撕下海 是王永庆的分身 退休后仍叱咤风云 传出身家10亿 主导被检方调查的重划案 1000万交保 两度发回耕材 第三次法官认为 郑文灿在内的4名被告 都已经收压 杨兆林没有对象可以串供 还是让他1000万交保 转任律师后 首度接了比较重大的案件 杨兆林的律师团 有熟面孔 前新竹市副市长蔡立青 曾经是法务部调部办事检察官 被高宏安延览当副市长 没多久却默默离职当律师 再次出现 竟然是商界大佬的委任律师 郑文灿待在看守所里 没有冷气 两部监视器全面监控 热又没有隐私 为了500万贿赂款 身心备受考验 记者刘慈 周宗林 桃园报道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被裁定积压的关键 就在于应训前 投国秘书传递了侦办内容 而这位中间人诗燕廷 现在也被起底了 他跟随郑文灿 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 不但曾经是 太阳花学运的学生代表 现在更获聘为海基会参事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三次开庭后被积压觐见 关键原因就在应训前 他和秘书诗燕廷的对话 疑似有串政之余 而试验庭现在还担任 海基会参事是否受影响 对于司法调到案件 我们都不做评论 那海基会有海基会的组织章程 谁接任未来董事长 所以我们要等董事会 以及陆委会的协调和确定 根据了解试验庭将跟郑文灿同进退 而身为郑文灿十多年的心腹 他的身份也被起底 曾经是太阳花学运 决策小组的学生代表 刚喊捍卫民主 当年太阳花学运学生占领立法院 也正是试验庭政坛起跑点 2014年开始在政坛发迹后 加入郑文灿参选 桃园市长的竞选团队 之后跟着进入桃园市府 担任郑文灿的基要秘书 2016年升任市长室的副主任 之后郑文灿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 试验庭也担任副院长办公室主任 即期再跟着郑文灿进到海基会 担任参事 如果是不一样诉求的话 我当然希望他们进一场之后 能用很和平的方式 从生云起家这回去 卷入郑文灿案件 当年的战友黄国昌 做出回应 他的运动参与 跟他个人后来政治先涯的选择 其实不用混为一谈 过去跟彦庭确实也都一起 在太阳花学运 后来大家投入政治工作 分别在不同的县市持续的努力 近代司法的调查 郑文灿涉贪案件 风暴还没完 背后是否还有更多涉案人 都带检方持续厘清 记得台北众后报道 樊南市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枪杀命案进入第五天了 但是案情依旧焦灼 警方锁定一名 有暴力性前案记录的对象 并且证实 这名枪手是本国人 而且还在台湾 也将申请鞠票前来抓人 而为了严防枪手 可能会从金门透露到大陆 因此海巡署也开始加强查气 气凶的最新进度是 警方今天下午在高雄人物 抓到了犯案的共犯 那么他疑似就是第二部车上 曾经找到被泼洒盐酸的 口罩使用者 仔细询问查看 更加谨慎 台南市区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遭唱杀 传出唱首有可能从金门 偷渡中国大陆 相关单位不敢大意 现在在安检部分 要强化警务作为 海巡第一线执行人员 配备枪支 身穿防弹背心 还出动征搜权 要全面防止唱首偷渡可能 因为林世杰枪击命案 事发第五天 案情依旧很焦灼 有人就猜测林世杰 在地关系良好 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 加上长手断点 遍及高雄屏东 不排除外来势力犯案 这几天 会给大家一个初步的结果 目前以身份是本国人 警方私下透露 这两天就会有消息 至于目前锁定对象 有暴力性前案记录 而如今也有消息传出 长手也有可能先前 早就出境 又偷渡回来犯案 锁定的这一名对象是 还在国内 必须要能够明确抓到犯险 过滤他的真假 嫌犯来自哪 众说纷纭 据了解 转车辆分别在台南高雄 被找到 有没有人接应 也成为办案困境 确实预谋已久 我们怀疑的对象不止一人 这边陷入瓶颈 台南市警局长廖宗山 16号又将卸任 那新任局长又是谁 原先警政署警政委员张树德 和林国卿呼声最高 现在要传出改忧 有刑事底的警政署 督察室主任 严望胜接棒 这回林为寿命 不论是谁上任后 马上要面对的 恐怕就是破案压力 记得中文报道